各位大家好 港鐵公司對於我們的承建商禮頓的表現 那麼差的表現實在是非常之遺憾和失望 而我們自己的項目管理 實在亦都出了很多問題 我們全部都會嚴肅地跟進 在施工連接房的改動 實在是要根據程序和要有足夠文件 我們剛才提到的和立法會報告的 那些新的結構實在已經建造了好一段時間 亦都用了一段時間 暫時是沒有跡象顯示會有安全或結構的問題 但是無論如何 我可以答應大家的 我們會配合政府做了一切需要的工作 來保障這些結構安全 才會開通營運 如果我們有實在任何問題 是否有任何部份 我沒有證明 沒有證明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 是能夠完成的工作 但是 但是在我的访问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建议有可能性,因为它在建议工程中,他们批准了工程中,但他们没有证据到最后的证据,但是我没有证据到这些证据。 有一個暫停的確定嗎? 我們有在追蹤了一些時間 他們還未能提供需要的確訊息 所以我們猜猜有可能有任何確訊息 如果有任何避免或傷害 我們會在追蹤對他們 關於剛剛的市況,為何早幾天北面那裏是差四成,但實際是差了七成三呢?其他數為何早幾天入港呢?另外你自己覺得其實有沒有可能被引領呢? 實在這些數在這幾天我們都是,我不同的同事是和政府在溝通當中,實在你看到我們是不同的部分,有些譬如南面的隧道我們是有六成 在北面的隧道是有兩成七,在停車場,停車處是有三成幾 所以這些數,我相信在溝通的過程裏面可能是有些誤解,因為如果你又將那些譬如我們叫做適任人員的日常巡查的記錄又計算下去,那個百分比又不同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盡量清楚,講清楚呢,只是講一些RISE form,不要講其他記錄了 講RISE form,逐個部分是有多少,講清楚給大家知道,因為就這樣用口說是很容易搞錯 剛才你說,會向麗頓追究,如果造成一些傷害,但想問一下,其實港鐵的職業有沒有需要付上類似的責任呢? 因為其實他們都以你所講的現場職業來說,容許了他們去繼續這個工作 我們一定會嚴肅跟進,我們實際上所有的工作都有程序的 我們是要求我們的同事,是跟程序來做他的工作 如果是沒有跟程序的,我們是會嚴肅跟進的 講座上有沒有人要問答? 講座上有沒有人要問答? 謝謝